在日本举行的G20大阪峰会已经闭幕,因为日方准备的部分会议事过于狭小。 设施略显简单,本次峰会被国外和日本本国的网友笑坏了一番。 领导人摩肩接踵,视觉中国图,闭幕后。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说法,日本开G20很节俭,只花了4128万日元。 折合人民币,约263万元。 类似传言社交媒体截图,这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。 如果真如传闻所言,只花了263万。 那可真是太省了。 但这个数字多少有些被离常识。 大阪峰会到底花了多少钱呢? 日方有一个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。 大阪府政策企划部峰会合作市,和大阪市经济战略局峰会合作市, 今年1月28日,联合市出了一份名为召开2019年G20大阪峰会准备情况的资料。 第六点介绍了预算情况。 大阪府市2018,即2019财年,合计约为51.38亿日元。 我们平常所说的大阪, 其实有两个行政单位。 一个是大阪府, 广义的大阪, 另一个是大阪市。 狭义的大阪。 大阪府和大阪市两级地方政府,均编列相关预算。 此外, 国家预算中, 另有几个中央省厅, 编列了相关预算。 外务省339.8亿日元, 警察厅124.2亿日元, 消防厅9.5亿日元, 厚生劳动省11亿日元。 粗略统计G20相关预算, 合计535.88亿日元。 约合人民币, 34.11亿元。 当然这并非最终数字。 其中府市预算只反映了截至1月28日的情况。 之后仍有变动。 比如大阪府2018财年第八次和第九次补充预算, 2月18日公布中, 峰会合作市共新增了7960.9万日元预算。 即便如此, 上面535亿日元的数字, 已经能反映实际规模。 那么话说回来, 之前传言中, 4128万日元的数字, 又是什么呢? 大阪府2018财年, 第一次补充预算, 2018年3月5日公布中。 大阪府政策企划部企划市, 得到了一笔名为, 2019年G20峰会推进事业费的预算, 总额为2.1778亿日元。 这笔事业费价包括大阪推广事业经费, 府民周知事业费, 协议会事务经费等。 其中协议会事务经费为4128.2万日元。 大阪府网站截图, 协议会宣称是2019年G20大阪峰会关系推进合作协议会。 是召集大阪府、大阪市、关西广域联合和经济界的一个协调机构。 大阪府知事及村阳闻任会长。 4128万日元, 就是这个协议会日常运作开销。 包括拆旅费、 列印纸、 文具、 报纸书籍等办公用品费、 电话费等等。 详细统计预算总额, 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。 因为其中既有各级地方政府的, 也有中央各省厅的, 既有2018财年编列的, 也有2019财年编列的, 进行横向比较时, 也要考虑到口径不同。 但如何从这数字海洋中, 单挑出一个4128万这个数字? 这还真有点意思。